因为之前我们误以为是处女座的人在一起 可能是一场混战 大家在这四年在有小新酒 你们不会有这种情况 不会 我觉得处女座是比如说我特别怕给你天赋单 他是这种性格 我觉得 所以大家在过程中其实都比较考虑对方的感受 我觉得就还蛮舒服的 但是比如说容易有时候过度在乎别人的情绪 然后你可能会有点减小深微的感觉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处女座 那这就很好理解了 我记得我们几个在一块还专门探讨过处女座的共同点 你们讨论的共同特点就是这个 对 共同特点就是这个 就是我可以累 你别有压力 有注意到知识世界里夜曲这些都变成方文山的歌了吗 窗外的肖邦和好久没见 还有那个富尔特正都看到了 那你作为提论看到了 就是这世界的中间的消失的话 那些会是 其实剧本里没有消失 剧本里写的是因为一面之差 方文山变成了知识世界里的那个出歌的人 但是还是周俊伦帮写的 那后面会有知识出现吗 后面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梗 就是想表现一下 就是每个人的一念之差 然后可能会造就完全不同的职业 那这次就觉得回归了以后 你有再掐点其他事情吗 反正第一时间我就抓了朋友就蹭歌挺 因为这一部剧它还是就是记之前的大热剧 就比如说像拍桩啊像小经理啊这样的剧之后过的 或者时空的题材 那想知道就是你作为主演有没有过收拾 收拾压力 对 哦 讨论的压力 讨论的压力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私心的觉得我看了前面的剧情之后 因为我另外两部剧我没有看过 我单纯的觉得我们的戏还挺好看的 对 我是真的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还行 因为我也看过 我是新看的小说 又看了剧本 我是觉得好看的话 那其他的比如说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 那只是个人意见上的分歧 我并不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失误 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做的不好 我觉得那更多就是事业的产业 你管不了的事情 是跟那个戏有关吗 不是 是形容我的吗 你可以在事或不是之间 事或不是之间 跟我以往做过的事情有关系吗 是 完了我问你太宽放了 是一个好词 跟学习有关 不是 独作真摘 最近你在刚才网中稍微有 不像动物 和动物有关吗 不是 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吗 没有 正面的我做过的事情 然后形容词 好的词 你不能为他分别人 跟星座有关 我猜不出来了是吗 其实你刚才有其他 最伟大的作品 在吗